征会集会游行法的修正草案 在立法院当中来进行讨论 可是一开始呢 就因为内政部长廖辽矣 跟警政署长王卓军都没有来 引发了口角 结果两个人到现场 他们变成被炮轰的对象 你们才傲慢的 什么叫傲慢 你现在让我们讲 你现在让我提案人讲话呀 你现在就应该让我提案人讲话 上我立院内政委员会要讨论集有法 一开始就为了内政部长廖辽矣 警政署长王卓军 几个大头没到引爆口角 随后几口两人赶到 也逃不过立委炮火 就是因为你管不了王卓军 所以王卓军可以为所欲为嘛 王卓军的老板是马英九 根本不是你廖辽矣啊 王卓军根本没有把你看在眼里啊 你看我把你羞辱的这么惨 王卓军还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啊 通常啊 我们如果在讲警政单位的事情 警政署长都会立刻站到旁边来啊 你看那个还闭目仰神 哎记者啊照一下吧 报告 伟大的署长啊 背后有马英九撑腰 你看骄傲成这个样子啊 他连站出来替你解围都不肯啊 绿认认为蓝英不进入实质审查 下礼拜还要开公厅会 白名要拖延极有法修正案 由蓝英立委表明杠上党周央 完全不赞成修法 还重炮抨击自己人 不要因为马英九讲过报备制 你能不能跟他瞎起哄啊 嗯 不要以为他是我们国民党的总统 我就不敢说他两句 哎 你许可制你就管不动啦 警察都可以随便殴打啦 被人打了还被人登广告 说我们是警察国家 是非颠倒价值不分 已经到这个地步啦 你今天讲的马总统 一定会听得到啦 你也跟他算他 我也跟他讲 目前内政部版本的 只有法修正案才报备制 要三日前提出 并保留禁制区规范 以及警方解散命令权 至于警察有权修改时间 地点 刑事这部分取消 不过还有国民两党的版本 还得等到下周四公厅会过后 才会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到底只有法最后会修成什么样 最快还要一个礼拜后才知道 中南新闻 白建华 李晓琳 台北采访报道